就弗洛伊德这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来说 他认为人类太普遍的都是神经关能症患者 说起来一点就是有病 是我们人心不死 是我们自己想呼吸 想获得一点微小的个人空间 只好就向着自己的顺略时间去大量的侵占 白天属于工作 晚上属于灵魂 晚上其实是一个凝结的过程 人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 就有种不一样的积累 就会出现一种丰富的高密度的做 大家好 我是梁永安 最近我在网上经常会看到年轻人就讨论导业 说自己白天的时间都在工作 或者是学校里学习 特别是大学生研究生 写论文等等 夜里边就特别有一种需要 有一种喘息一下 舒展一下 让自己呢 好像难得的这么自在一下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时间就完了 有时候就一点呢两点呢甚至三点 都会有 所以现在有一种词叫报复性熬夜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熬夜 所以经常熬夜的呢你可以去扣一 那不这么熬夜的呢就情况二 我自己读硕士的时候 我的那个硕士导师潘先生 他跟我讲 他50年代毕业留校 哎呀晚上真是熬夜啊 看书啊下苦工啊 往往都是到两点多才在睡 而且那时候尽管年轻 但是也吃不下完 但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熬夜啊 就不是说这样的事情了 就是我们生活中啊 这个节奏有点乱了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自然的生活中 和我们这个工作 社会中生活的这个钟表的这个时间啊 相互之间是冲突的 所以白天呢可能就忙着一些自己不得不忙的事情 我们的各种社会生产 有个大链条 人呢不用自主的 就像在这个传统带上 或者说在流水线上 就没有自己的那种自由感 没有自由感 尤其是课层社会 就价值在哪里也不清楚 你只是执行一个指令而已 你不要问什么价值 不要问什么为什么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的书国里面就有一种很深的压抑感 这就是弗类的精神分析学术里面的 就是现代人他有个问题 就是普遍的压抑 所以普遍的压抑里面呢 就弗类的这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来说 他认为我们人类实际上是个什么呢 就是太普遍的 都是神经关能症患者 说前一点就是有病 所以人的这个节奏啊 就没办法按照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自然节奏来了 人人都是都为了这个目标而变成了一个其中的一个零件 所以这个时间熬夜也是不得已啊 是我们人心不死 是我们自己想呼吸 想获得一点微小的个人空间 那么加上我们现在九九六大量的加班 大量的加班 所以就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人的合理的一个身体的需要 它应该有八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 现在呢只好 特别是年轻人只好就向着自己的睡眠时间去大量的亲战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内在精神 这是刚才讲的是外部的这种强制性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呢 进入流动社会 就是他的工作地点和他的就是家乡 户籍所在地是分离的 所以人呢就是这个漂泊啊 漂泊呢心里面就缺一种什么呢 缺一种落地 这个睡眠质量啊普遍不好 就是内心深处啊压力很大 所以你表面上身体好像在睡着了 其实你的深度睡眠不够 身体也睡着了 但是精神还醒着 所以这又是一个更深更加潜在的问题啊 所以人呢就很难获得一种 就是说内心安宁获得一种真正的休眠 那这又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说历史上也有很多伟大的思想 伟大的作品都是在睡不着的状态下弄出来的 比如托尔斯泰我们都知道他提倡托尔斯泰主义 提倡人人平等 因为当时沙皇俄国 那个奴隶制农奴制 一直到1861年 采了这个宣布废除 但所谓的废除呢 农民呢也要花太多的辛苦 所谓的如果要分到一块土地的话 你还要付出很大的这个辛劳 所以托尔斯泰的家里是个大贵族 所以家里有那么多仆人 那么好好的住所 所以他就睡不着 他就觉得为什么那些农民吃的那么粗糙 穿的那么差的衣服 哎呀面黄极瘦的 为什么自己过得这么豪华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作家 非常有良心的作家 这很多人不会为此睡不着的 那只会高兴的睡不着 他不是他痛苦的睡不着 所以我看他像复活啊 像这些他的这个 安娜看人家里面有 有不少就是毅力的情绪 特别是你像安娜 第一次见到文文斯基 后来心里惶惶的 后来坐着火车 毅力的火车 在往远处奔的时候 那种心情 那种心情 所以这个一页都写得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呢终究 我们还是希望获得一个 比较平衡的生活 常态的生活 所以也不能整天在那熬夜 怎么我们让生活呢 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 我们的自然节奏 而且过得有价值 那这就是一个 努力的处理好 夜里的这个时间 不要让这个 失控的熬夜 来这个 把自己的生活 变得很苦涩 现在确实是感觉到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夜晚过得不好 过得很被动 什么叫被动呢 就是太累了 因为你白天啊 你要去工作 这个工作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但是你要支撑自己的生命系统 所以我们说白天完成的是交换价值 那么夜里呢 那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 自我价值的 这么一个时间 这么一个体现 千万不要轻视了这个夜里这个时间 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消遣等等 它也是我们自己生命内在的 这种真正的质量的体现 那么我们想这个夜里面就要做一些 我们怎么去克服这种被动的熬夜 我们怎么去获得一种心悦感 获得一种生活里面的内心深处的充实感 我觉得一个呢 就是我们夜里面啊 是不是适当的可以散散步 走一走 走一走 其实夜里的人和白天的人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说这个著名的文化批判家 文化思想家本亚明 他有本著名的书 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 那这样的一种对那个社会的那一种分歧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光运 就现在是现代的这种复制时代 大量的批量化的生产 然后彼此相似 所以呢 古代那种绘画 你说照片摄影和绘画对比 就绘画里面呢 它有一种丰富的个性 那么夜里面呢 我觉得大自然 他给我们添加了给生活 把它运开了 啊 运开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哎呀 不同的人 脸上展开的东西 表达出来的这种情感 都不太一样 你可以静静的一个人 走一走 看一看 啊 看一看 让自己呢 感觉一下自己和这个社会 你白天那么紧密的跟那些同事们在一起 晚上呢 你可以感觉到你的一种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 那这样的感觉 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摄影家 就是法国摄影家布拉赛 嗯 这个布拉赛 它是1932年出版了一本摄影机 叫夜巴里 然后就开那个夜巴里 哎呀 我印象很深 哎呀 各种各样的 谁就说你夜里面呢 你可以用最不花钱的方式 走一走 你身体也好 啊 身体也好 从我来说呢 我在夜里面 一个人的感觉啊 有很多很多很珍贵的记忆 我在农村劳动的时候 在云南边境劳动的时候 夜里面一个人大月亮 走在那个高零光山脚下 旁边是露江啊 白天看得清楚 一些绿树啊 漩涡啊 流水 晚上也看不清了 整个一个大江是银色 细细的 那个静静的那个流水声啊 就像是银一样的 滑滑的 你那时候天地之间 天地很庞大 啊 你觉得自己很渺小 所以这自然 夜里面你这样看到的夜 其实它会给你很多很多歧视 很多很多歧视 所以你看这个 就是 我有一次去峨眉山 峨眉山 七个人去 做了个中巴 上到电影店 电影店再走几公里 就到金顶 下来的时候他们还要做中巴 后来我说我不行 我一定要走下去 从峨眉山走下来 然后就走到那个 那边是绝壁 高千尺 这边是深渊 深渊 深不见底 看着圆圆的大月亮 挂在那个上边 哎呀 就感觉世界特别清澈 清澈如水 所以那时候就想起李白 所以他写下那么著名的一个诗 是峨眉山月 半轮秋 引入平江江水流 哎 所以夜发清晰 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雨中 我觉得没有那个夜 没有那个半轮月 他是写不出来这句说 所以你看李白写得像大白花样的 但是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所以我觉得夜里我们要珍惜 这是我们看世界 看生命 看人生 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夜 我记得每一天都有夜 每一个夜都送到你面前 我们 我们多少人能够 能够真正抓住它呢 能够真正的去看到这个夜的价值 然后在夜里做一点 让我们生命里面有光的事情 我们可能就很常规的 是一种麻木的夜里去吃吃饭 聚聚餐 开心的甚至畅量一下 就过去了 第二方面呢 我觉得夜里可以做一些有突如感的事情 什么叫突如感呢 就是我一直提倡一个人 就心之所向 身之所往 就是你心里想往什么 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就你一个人总有一点内心深处 特别迷恋的东西了 那么就夜里去做 以前在云南一个朋友 他喜欢自己订书 什么叫订书呢 就买了那种书 他觉得这个看上去 哎呀 没什么特色 然后呢 就用 那一开始他牛皮纸包 他问了他怎么给他用书法描 描出一种什么字体 封面来 但后来干脆啊 啊 就用那种硬纸壳啊 后来甚至用小羊皮啊 哇 一下子给我感觉就像回到中世纪 就是那个 那个时候那种书的那种装订 那他就是兴趣蛮蛮蛮 兴趣蛮蛮蛮 兴趣蛮蛮蛮 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想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夜里边啊 其实就是发挥你的自己的内心的 那给自己一个自己活着 自己有一种热爱 我们白天工作没法实现 我们夜里来自己来试试 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就是白天属于工作 晚上属于灵魂 其实我觉得你按照自己的心 心理的喜欢去做点事情 其实也是化解焦虑 那也是让自己在内卷的高速旋转里面 给自己舒展吧 所以这个反差我觉得是需要的 其实它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见过草莓 草莓什么地方的草莓好吃 一定是温差比较大的 白天呢 晚上呢 里面有一些成长出来的那些各种 各种化学过程 最后的那个糖分 晚上 快速的降温了 那个糖分在里面凝结 晚上呢 其实是一个凝结的过程 就这种温差里面 人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 就有种不一样的积累 就有一种不一样的内涵 就会出现一种丰富的高密度 的自我 所以我们在个人生活 个人的自己的自由舒展里面 那么这样去获得跟白天的一个巨大的质差 那么也许从这个地方 你发现新的人生之路 你发现最后你要告别这个工作了 因为我在一个一个一个的业里的积累 最后终于体会到自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澎湃的激情的内心 想去做什么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能 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白天抱怨工作不想干 晚上天天去玩喝酒什么 然后最后突然转换我去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那不可能 所以生活中很多人为什么一方面不满意生活 一方面没法改变 那就是没有像草莓一样的温差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现在确实是个大问题 但不是大家不努力 而是工作真的是太辛苦 心里觉得就真的受了传 有点 哎呀我们这代年轻人真是有点苦 但是 其实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要一种自我努力吧 不放弃 所以我做的去年做的一个课程 工作之苦 在里面呢 有一位教授我说 我这个工作之苦 讲的其实是工作之乐 其实 通过观念的变革 去认识自己的苦 然后为自己的未来 去从中获得一种积极的一种推动性的力量 而不是局限于眼下的这个工作 就是讲到996的时候 哎呀心里还是很感叹 所以我们年轻人呢 就是说 尽量的重视自己的自由时间 那么自由时间大部分集中在业里 是如何去把它化为一种 对自己来说 啊 非常非常的 有推动力的 这样一种意外 嗯 哎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我们眼下 要去注意的问题 好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我是 梁永安 嗯 嗯 我很希望和大家一起同志共计 做新手段的旅行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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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